都贵马老人今年79岁,他更令人熟知的称呼是草原母亲。 上世纪60年代,中国南方多地的大批孤儿面临粮食不足的威胁,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主动将这些孤儿接到大草原养育, 从江南到塞北,历经三年的生命迁徙, 共有3000余名孤儿被送到内蒙古抚养。 那时,年仅19岁的蒙古族姑娘都贵马, 成为了3000孤儿中28个孩子共同的母亲。 3月11日,都贵马在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岐的家中, 向记者回忆了那段往事。 出生于1942年的都贵马,是四子王岐脑木耕苏木木民。 由于念过书,做事认真,在19岁时被选到四子王岐保育院当保育员, 还未结婚生育的都贵马在培训后,承担起照料28名孤儿的任务, 其中最小的才满月,最大的也只有六岁。 都贵马说,双亲早吃的他知道失去母亲的羊羔是多么可怜。 在他的信心照料下,28个孩子都平安成长。 1961年春夏之际,当地没有子女的牧民家庭开始陆续收养孤儿, 孩子们开始了新生活。 他们来到草原的第一位母亲都贵马,却承受了28次母子别离。 直到今天,都贵马想起当时的情景都会泪湿眼眶。 对孩子们无私的爱,让都贵马获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可。 2019年,都贵马在北京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 他曾不止一次地说,孩子就是草原的希望,是国家的希望。 在这一段时间,都贵马获得了社会。 他就被移行到你 他就被摸到你身上了 要把握你的房子就搜到你身上了 他就被奸向上的 他就被埋下了 他就被奸向上署了 他就被迷上了 把握手上的 他就被 trip 他就被迫在海岸里 对有这样的 如今历经甲子岁月, 这段中国北方草原上的民族团结进步往事已成佳话, 来到草原的孤儿们也已在此扎根发芽, 今年61岁的孙宝卫就是都桂马当年照顾的28个孤儿中年龄最小的那个, 他出生后不久就来到内蒙古大草原, 经过都桂马照料后, 一对来自河北的支边青年夫妇收养了他, 自那时起, 他就把自己的根扎在了草原上, 孙宝卫在接受采访时说, 年幼时没有太多记忆, 长大后才逐渐了解三千孤儿入内蒙的历史,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 蒙古族父母们以大爱无疆的伯大胸怀接纳了三千孤儿, 他要将这些讲给孙辈, 民族团结的故事绝对不能忘记, 我是61年不到一周岁的时候, 随着国家的孩子一起到内蒙的, 对这片草原呢是感情是很深的, 没有这片草原可以说就是没有我吧, 我已经今年61周岁了, 也已经退休了, 这个我跟我们孩子一讲, 这不是第二故乡, 实际上这就是我的家, 奖匙 是的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